几天前我们终于从网上得到了讯息 我爸爸妈妈65岁打疫苗的预约终于成功了 今天我就要带父母去现场 我们来看一看打疫苗的过程是怎样的 让我们去现场看一看吧 Victoria胜利古道了 我在那边一个小区就是 就在这儿 走走走 哎呦我说英文呢 习惯了 对他这有个入口看他有一个追的体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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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门查的小区啊 就那儿看了吗 帐篷 帐篷也不多哎 他这儿有一个进入我们先绕一个圈吧 现在还时间没到了 这是出去你看到吗 这是出口 这个是进口 是什么 我从前没开始是 对 关着呢不行不行 没开始了 几点那么大呀 他我们约的是11点 他说提前半个小时吗 我提前早了是吧 现在是9点4 我们来的特别早 就刚才那个位置就好 绕一个圈 我看他写了字 我朋友们的start at 10点开始 stay in your car 待在你的车里 你看 看见了吗 我看 待在你车里 嗯 一会儿回来就好了 回来就跟我去拍子 去拍子 走吧 哎嘛呀 10点开始 这一楼市 10点开始 你看他这个要求到这里 你就坐在你车里 这是他把护士来了 嗯 刚才我已经问清楚了 他这个poyment start at 10点 stay in your car 在车里呆 但是他第一步先去排队check in 有点像好路口 先check in 然后那边可能排队在那边 好我们现在走第一步 嗯 驾照 信 住址 嗯 然后就 好了 我们到那个地方先登记 知道吧 他还是人要下来 就是要填写电话号码 email mother's name 这个地方人真的很少哟 这个地方人真的很少哟 我们打针出来喽 出来以后我们约到了第二个时间 打第二针的时间 你现在说了吧 有一个卡 嗯 发了一个卡 下次就顺利了 非常简单 这是妈妈 我们现在出来了 然后我要讲的是 就是父母英文不好 我陪着进去了 进去以后不让拍照 不让录像 所以在里面打完针等15分钟 15分钟以后得到第二次打针的时间 就结束了 里面还是问了一些 关于 新冠的一些症状 什么 回答都是no no no 跟 和录考时候他问的话是一样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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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传染病啊什么的 什么的 回家啦 看一看 哎呀 你这这这这这这那边 你都不会写什么呢 非常注意 哎呀 今天怎么 写的不怎么就 打之前特别担心是吧 打的过程中一点都不害怕 担心咱们身上也是有毛病 走喽回家 给你炸脚了 第二次和第一次 他是说也是要问那些关于新冠的 或者你的疾病历史的传染病的 回答都是no no no 知道吧 也听着特别复杂 然后你就基本上是 你拿着多少 大后盒子 我的个奶奶 回家喽 Victoria 我看到了